花蓮县客家文化馆7月份展出 圆入方出 花蓮县摄影学会会员连展 之前只能线上观赏 7月13号起 因应中央为解封措施 可以开放民众现场观展 欢迎喜爱艺术摄影的民众 可以前往欣赏观赏 花蓮县摄影学会庆祝60周年 将陆续举办三个场次的连展 第二场次 6月20号到8月1号 是在花蓮县客家文化会馆展出 以圆入方出为主题 展出了28件精彩的摄影作品 我们第二场在客家事务处 所展现的都是客家的风情 民俗为主 总共28幅的作品 那每一幅作品 除了客家的风味之外 我们搭配了花蓮的好山好水 所以这一次在客家事务处的 文化会馆的展览 这28幅 我们第一场在花蓮县文化局 美术馆展览的 瞬间永恒60周年 因为60年我们六十福 集结了我们同号的最棒的作品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那花蓮客家事务处的 我们就很用心的 我们希望是客家的风味 搭配花蓮的风景 那第三场是花蓮施工所 是什么呢 大家敬请期待 这次的作品包括了 花蓮在地人文风景 还有客家风情 记忆传承等 其中大汉技术学院校长 姚国珊的作品 《荧光点点》 运用光圈原理 营造与众不同的 萤火虫光点画面 而黄河青摄影师的 《加油喜事》 则呈现了手工制作 喜气洋洋的红板 还有长者洋溢脸上的喜悦 《梦幻风平桥》 是在天气非常寒冷的 清晨四点多 就到现场蹲点等待日出 多为摄影同好一起拍摄 只有这张作品成功 《梦幻风》期间 除了可以在脸书 粉丝专页花蓮爱客网 线上欣赏 也欢迎所有艺文爱好者 可以到客家文化会馆 来现场参观 感受客家事务处 和花蓮县摄影学会的 用心策展 介络会接下相报导